我不曉得为什么那么喜欢吃鱼 红肉的啦 S96的 然后这个少文记得 刚刚一家说25度30度 曾经就有人 我也记得了25到30度 刚包一碗15点 没有错啊 那时候 可是花还是开的啦 今天之后说 怎么没了 不行啦 一定是这样 因为少文说 我们这个花叫做那个半日花 花那个开年 错误的花粉已经都10公关了 效果都10公关了 所以看到粉之后 可能完全里面都是 就是那个 没有子弹的那一个啊 的作用 它已经没有办法 滑到真正刷粉的效果 那这个刷粉其实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用笔 一个用 直接再供花 那像你们这么一点点 供花再下来就可以了 稍微多一点的话 可以用脑皮的方法 然后要让你们看的是谁 一个 因为你们用戒指 可能不容易看到这个现象 如果你这种图里面的 有多可能 那现象表示不好的 不对了 有问题了 这个叫做 植物学我们叫蜜蜜 一般人会啊 入水 没有啦 这个我们要化分清楚 蜜蜜蜜蜜蜂 植物体内出来的 入水是 炸气里面在上面产生的 好 很快消散掉 就会在这边那里看 然后呢 如果你是做那个 不管是蜜蜂兽 还是做人工兽粉 你的毛笔啊什么 去搁到 搁到这个兽粉 事实上那个 效果就很差 因为我们兽粉的花板跟那个 母花 那个叫柱头的地方 它本身是靠一些油脂类 油水不容 所以它只会靠这些比较属于水的东西 它会影响它兽粉 所以为什么高湿环境之下 为什么兽粉其实有 经常那个瓜会长歪的 但是这个就是兽粉不良 那为什么这样 就是因为是正性效 这样比较高湿是水气造成 它这个可能花粉没办法 很适合你的发酿 所以你来到有发现很凶 你爱心静着的东西 你不能再继续灌大浪水 你持续耍浪水也没有关系 但是大浪水不能再变了 然后你兽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那么笔去碰到这一些蜜蜜 然后毛笔 水沙笔都可以 在公花之间把公花当成笔来使用 很OK 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叫植物是两性花 花瓣稍微拆开 然后把公花 花瓣弄掉 因为花粉不是在最前面 不是在最前面 不是在最前面 它在整个花粉头 那是头状 在周围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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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拿周围去可见 理定 不是最前面这个 前面那不是花粉 如果是毛笔的方法 一开始 毛笔还没有发粉的时候 先去公花 再去一朵 让上面很多发粉之后 再去做受粉 这样就可以一路做过去 就不用说一朵不过去拿公花 下来去沾袋毛笔 不必要 如果要那样就直接用公花就好了 然后呢 舌不能做过 其实它有这种天气 这些小分两天 你就发现说 已经有着碰到的 你拿当天 就是我了 拿当天的 今天被盖的盖壁 是不是很明显 你一看就知道 哦 有在肥大 而且这个颜色是正常 有点颜色变得很深绿 那就不正常了 那表示说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是瘦粉之后两天到3K 它能不能往后面继续发育 其实就看得出来 如果气泡不好的话 它本来只胖一点点 然后这个样子我们叫做精气神 你看那个气色 这瓜气色就不对了 它就是不会再继续长 这个是像一个鸡蛋大的时候 就是确定这个时候 之后我们再来做玄果 比较稳大 那为什么就用鸡蛋来形容 就真的跟鸡蛋一个样子了 才是好的诱果 如果看起来要比滚滚的 那是不好的诱果 鸡蛋没有比滚滚的 那就是玄果之后把它调果 这也是专业农民 南南区的 那12号在那边做的时候 就是这样钓起来 拿一招 不是有的 我去胸去钓 我去看 噢 钓到这里水位快去胸 然后就是把它钓好了 以日本人来说 它要有90度 日本人就喜欢90度 比如说90度 我们不用了 我们把它钓高就好 因为我们老鼠太严重了 所以就这样钓高就没关系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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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